大家好,我是史瑪,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閃電鳥 目前環境中主流的閃電鳥,基本上都是這種HB型的 跟我們之前玩過的鋼鎧鎧,蠻像的 同樣有雨漆,然後伏特替換對應的是極速折返 不過我也看過有閃電鳥,也帶極速折返的 那也是或人把放電換成電磁波 電磁波90%的機會讓對手麻痹,放電則是30% 那我們靜電特星也有30%的機會讓觸碰到我們的對手麻痹 那我個人是在放電,就是靠賽一點嘛 畢竟放電能打一點傷害,電磁波不行 那第三個對手,我們閃電鳥可以打他的大劍鬼 還有五刀熊絲,五刀熊絲水流連打打過來 我們如果換上閃電鳥連防 他會被突突頭盔反彈三次 我們第一次出個美洛野塔吧 他應該會出喜翠索羅亞克 美洛野塔應該是打得贏啊 然後他如果出大劍鬼我們也可以對付 第二隻就閃電鳥 他如果是五刀熊絲的話 我們就直接換上閃電鳥連防 最後一隻我們也出過五刀熊絲,打他的土地 第一隻是大劍鬼 他的大劍鬼是不是索羅亞克也不知道 那如果是的話我們古老之歌對他沒用啊 不過沒關係 因為沒有用的話我們也不會變身 哇,成功用出來了 那代表是真的大劍鬼 哇,還擊中要害 哇,還睡著了 擊中要害加睡著 不過我們睡著的機率是因為天恩變成20%啊 20%也能觸發算是滿賽的啦 他這樣連秘劍都用不出來 等於撒鈴沒撒到啊 那我們就直接晉升戰 哇,直接收掉了 這邊超賺的 想說他是索羅亞克的話 我們古老之歌插不出來也不會變身 那我們特防很高 也可以擋住他的攻擊啊 結果不是索羅亞克啊,真的是大劍鬼 第二隻對手也派出閃電鳥 閃電鳥的話我們其實可以考慮直接太進化冰凍拳 雖然他應該也是HB類型的 不過他應該是不知道我有冰凍拳啊 我們拼拼看,看能不能直接帶走他 如果是極限物防的話 可能就帶不走啦 屏東拳用出來 他沒有太進化兩倍 哇,兩倍結果打到黃血而已 結果觸發靜電 靜電30%也被觸發 吐吐頭盔 那沒有錯,跟我的一樣 那暴風打過來 因為,哇 怎麼還這麼痛啊 應該是因為我們晉升戰降雙訪啊 剛才想說我這邊沒有格鬥系的 應該是沒這麼痛 所以我打到剩14滴啊 然後觸發靜電的話 速度會變得比他還要慢 而且還混亂了 那我們只好連發啦 確實他比我還要快 而且他也是帶放電啊 剛才不要太精華 再打還是古老之歌 變回唱歌型態 搞不好更好耶 因為古老之歌是特攻招啊 那他如果是 物防成滿的話 特防應該是不怎麼樣 好像應該在打古老之歌 而且變回來我們特防變高 然後我們應該也沒這麼痛 我們派上五道雄師 就冰雪打過去啊 水流連打 要被扣三四血 我不想 OK,他們有換角 成功收掉了閃電鳥 真的每個人閃電鳥都是玩這種的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閃電鳥啊 你就當作他是HB的就好了 最後一隻也是五道雄師 那我們是極限速度啊 不過我們先換上閃電鳥好了 不要跟他正面硬扛 他太精華還在 換上閃電鳥 他如果打水流連打 要被反彈三隻 沒有錯 用太精華啦 跟水流連打 打水系的五道雄師 有減傷啊 這應該不是水流連打 可能會晉升戰 因為晉升戰 打過來 一樣是一杯 沒有錯是晉升戰 晉升戰打我們反而是效果不好 而且他還降了雙防 那他也沒有其他寶可夢可以換下去 重置防禦的 所以這邊被降 是變不回來的啊 那五道雄師沒有回血的手段 其實我們可以與其一隻 跟他消耗啊 他的每一招應該都是接觸類技能啊 雖然他這邊降 防禦 放電應該是可以 連續晉升戰 那他應該是講究圍巾的 不然沒道理要打晉升戰 OK這邊觸發靜殿了 OK這邊觸發靜殿了 我們這邊就輸不了啦 他應該是要選擇投降了 我們就福特替換 OK沒有錯投降了 感謝指教 第二場我們一樣也首發美洛野塔吧 他如果先出魔幻假面喵的話 我們可以來騙他一下 直接換上閃電鳥連訪 他應該會打拍落 我們用閃電鳥 不但被拍落拍到可以反彈 他還有可能被我們禁電 最後一隻一樣出五道雄師 可以打 喜多蘭恩 還有古人巨神2 這隊友第一隻是艾姆利多啊 艾姆利多是超能力系的 我們如果唱歌變成格鬥系 要被他打兩倍 所以我們就不要變身好了 直接打冰凍拳 而且冰凍拳也有20%的冰凍機會 來一下冰凍一下 完了沒有 神秘之力 那因為我們沒有變身的關係 所以神秘之力打我們很癢 但是神秘之力會讓他提升一階的特攻啊 是百分之百提升 我們就繼續冰凍拳 我相信 打個底下遲早是會冰凍的吧 OK沒有 這邊改打魔法閃耀 這裡感覺可以繼續加特攻欸 魔法閃耀沒有1.5倍屬性加成 沒有加特攻好像也沒多好 我們繼續冰凍拳 其實如果我一直沒有冰凍他 他特攻一直加 加到後面我應該會打不贏他 不過他選擇換下去了 他應該是真的會怕 他不小心真的動住了是不是 這邊出魔幻甲麵喵上來 但是你用魔幻甲麵喵 連防冰凍拳是兩倍啊 這是什麼 我有點保險 唉唷這個特別了 我們這邊速度是比他還要慢啊 我們先換上閃電鳥 他應該是會用排落 被他排到是會死得難看啦 變4倍啦 提升兩階攻擊是兩倍 屬性克制又兩倍 先排過來拜託靜電一下 靜電的話我們速度就會比他還要快 喔 這邊是打千變萬花 我千變萬花打飛行系也是 兩倍的抗性 而且是因為沒有接觸到啊 所以不會被反彈 也不會靜電 我們打保險點先與其回血 哇這邊用挺住啊 怎麼會是用挺住 那這樣不錯喔 我們趁現在來回個血 那這邊就打暴風吧 他沒有排落嗎 繼續挺住 這挺住我就不知道要幹嘛了 這樣撐住有比較好嗎 喔混亂了 我們這邊就不用打暴風啦 其實可以打福特替換 因為他如果換別隻上來的話 剛好可以換上有力的對局 那不換 剩一滴血也可以帶走 魔幻甲命妙 他剛才雖然 兩倍抗性打我滿多血 但是因為 千變萬花是必定集中要害啦 是會更痛的 所以 他如果打拍落過來 剛才那個血量是也帶不走我 所以與其一定是最穩的 不過我不知道什麼 他是打挺住就是啦 這邊真的選擇換下去了 那剛才那個挺住變更怪了 換上的是G 這個G是誰 是齊多蘭恩 齊多蘭恩上來 我們剛好可以下場 齊多蘭恩應該是特防撐比較高的 先換上五道雄獅 上去對付他 他可能就要使用太金化了 把他太金化逼出來 那我們就水流連打打過去吧 他三隻 不管哪一隻被水流連打到 應該都滿慘的 這裡唯一的方法就是太金化 沒有錯 真的太金化了 太金飛行 太金飛行太金爆發的話 我應該是頂不住 就看我的水流連打可以打多少 哇好癢喔 不過還行啦 黃血啦 而且變成飛行C 我們電系打他也是兩倍 真的真的太金爆發打過來了 那要沒了 其實齊多蘭恩的特攻還是滿高的 就算他 一直沒加在特攻 感覺我都還是會打 而且變成飛行C 其實不只閃電腦可以打 美洛野塔的冰凍拳也可以打 我們就換上美洛野塔好了 這邊直接打冰凍拳 他不管換上誰 冰凍拳應該都滿痛的 其實太金化可以先不用繳 冰凍拳應該是可以直接帶走齊多蘭恩 沒有換下齊多蘭恩成功帶走啦 但會帶太金爆發的應該是有加在特攻上面 另外一種可能是HD類型的 所以帶替身啊 然後用他的熔岩風暴 一直去扣對方的血 然後守住 這邊繼續換上 魔幻甲滅喵 那我們就換上閃電鳥 因為他的速度比我們要快 我的美洛野塔是打不贏魔幻甲滅喵的啦 不過他甲滅喵長得也滿奇怪的 再挺住 欸不過他這邊先換下去了喔 我想要騙一個嗎 想要騙我換上閃電鳥 面對他的艾姆利多 哇這個操作有欸 閃電鳥面對艾姆利多 是不好處理的啊 讓我們血量撐滿啊 我們先福特提換一次吧 哇冰凍光速進來 真的是故意的 那我們也撐住啦 哇這個冰凍光速好痛 而且打他也是癢癢的 不過這邊換上美洛野塔 應該是穩了 我們只要待會用古老之歌 打倒他順便變身的話 我們還有機會打得 一魔幻甲滅喵 然後現在唱歌是帶不走他 所以我們先打一次冰凍拳 把他消到殘血 哇這邊一樣冰凍光速打過來 他不是講究系列的欸 這裡有什麼不打別招 我們用古老之歌 成功收掉了艾姆利多 變成五步型態 來面對魔幻甲面喵 因為五步型態的防禦比較高啊 而且速度也蠻高的 只要他魔幻甲面喵不是極限速度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比他還要快的 這邊就是直接打過去 我們是不是真的比他還要快啊 成功帶走了魔幻甲面喵 因為這邊打輸的話 可能閃電鳥也領不住啊 那感謝指教啦 在這段時間 還會對我來做了 阿楊 雅 烤